你要做預償處理的 因為我想說你待會 周天堂修會有一次 找個學長一下 我先去旁邊訂出來 那我知道我加薪的多好 我到時候才知道說 跟市場的調味 怎樣去處理交出的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呢 就把66月獎的這5個交易 有些人帶個量 比較詳細一點 那其他呢 大概都沒有講得很多 所以重點呢 在我們這張裡面呢 他也不知道 這5個交易怎麼來的 他只是告訴你 剛剛有發現這5個交易 以期末 所造成 當年度所發生的影響變動 那變動 就是增加也好 增加也好 你需要列到 綜合準利表的期末 綜合上下 只可以當期變動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我們的67頁 好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 從本 繼續營業單位 有一個 所得稅不用支換 其他大部分 我們都是用 直接用稅後金額來表達 最多只在刮付 這個交易的 或者是校務或者是科務的 刮付裡面去註明 它對所得稅的影響是多少 去扣除所得稅 還是節省所得稅 如果扣除所得稅 你才會知道它是利益 節省所得稅 它是損失 它才會節省 好 所以在我們的67頁呢 它有兩個表達方式 那其實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右手邊的 就是以稅後的金額 那左手邊呢 它是把這些其他綜合損益呢 也列出一個所得稅 費用或利益出來 就是你有一種表達方式 但是通常比較少 我們都比較習慣 直接用稅後金額去多少 這樣子 就是左邊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那個67頁 有關於其他綜合損益 在報表上面的表達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五個交易 好 我們剛剛這邊 包括一個現金流量幣行 這五個交易 好 好 先進去流量幣行 好 這五個交易 好 好 那我要去 黃金額 但是 sisters 是 這五類交易當它實現了 實現好像有點含糊 我們說假設被公出售的金融資產 我把它賣掉了 之前所認定的未實現損益就實現了 那實現了怎麼處理呢? 這些這五個交易裡面 當它實現的時候 它有可能兩個跑到兩個位置 一個是影響當期損益 就是本期損益 就是你直接調整 就會調整到我們的損益表的 本期損益前面那一段 或者叫做夜晚 好,一個直接調整到保留的影響 好,這個是呢,就叫我們的 應該其他重分類啦 這應該講到它的重分類在68頁 這個如果你拿到是第六版的話 這個地方有不一樣的地方 第六版的話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剛剛講到說 有的其他中和屬意 它如果實現了 好,那實現了要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 那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的68頁 好,他說呢,你可以看一下 當這個其他 原屬於其他中和屬意的項目 重分類 本來應該是列為本期屬意的項目的時候 就要避免重度計算 好,那我們後面會看一個例子 那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後面第二段 好,根據IAS-1的規定 好,重分類的情況 第一個,處分國外營業機構 現金流浪避險 還有處分被公出售金融資產 也就是說當這個三個交易 三類交易實現了 那我直接重分類到本期屬意的項目 好,那另外兩類 退休金跟我的資產重複 當它實現的時候 我就直接影響保留給你 好,好,這個地方 可以你注意一下 這是第三 如果第六版的話 它的備公出售是 是寫說讓它實現的時候 直接影響人保留給你 好,這個是第七版跟第六版 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已經規定了 好,根據國際快證的 台灣的快證的 台灣的TIF 你如果上個禮拜應該大家可以看過吧 我們的東華民國快證的 他的基金會 就是TIFS 就是台灣版的國際快證準則 好,那這個已經有把它明定清楚 這五類交易裡面 換算調整數 還有現金跟讓避險 還有備公出售的 會實現屬意 當它實現的時候 都直接調整到本期屬意裡面 那剩下另外兩個 當它實現的時候 都直接調整在保留給你 像一像 好 好,那我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後面的例子 那我們剛剛來講 就是累積其他綜合水益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其他綜合水益指的是當期變動 那累積的金額呢 水益表裡面列的其他綜合水益指的是 當期的金額 那如果是以後的 就那個之前的金額跟本期發生的金額 合計數呢叫累積,放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67頁 好,67頁呢 就在資產負債表的權益 就其他綜合水益各項主權項目 或者分別表示 或者分別列是它的累積數 或者是以單一的金額來表示 然後能付出的揭露 好,所以有兩種表示方式 也就是說水益表指的是當期變動金額 但是以前到現在為止 到當期年底為止的 合計的金額呢 我是列在資產負債表的權益的底下 好,啊表達的方式可以分這五類 也可以單一就是累積其他綜合整理 一個數字 然後後面的備注 有哪些的補程 比如付出揭露的方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施例4 好,看一下施例4 因為上個禮拜當然也看那個 沒有書就沒有去講 平業單位的例子 那所以我們當然也先講到 綜合水益的 我們直接先來講 好,大家看一下呢 在我們的施例4裡面 68頁建安公司 X6年底 他來累積其他綜合水益 包括了被工出售 會實現水益有24萬 好,X6年底 累積換算調整數有50萬 好,那X7年發生了 本期最後淨率是15萬 然後呢 其初有處分半數被工出售 他的金融資產已經處分了 你說24萬我已經處分了 所以表示還是實現了12萬 那剩下來的呢 X7年底還沒有出售 那相較於X7年底的工齡價值 去增加了4萬 好,這地方你要先去想 他原來24萬 所以累積數是不是變成12萬 因為12萬已經從更累到本期屬益了 好,那今年度呢 他又增加了4萬 好,所以他又增加了4萬 所以合計起來 一個是減少12萬 因為實現了 所以24萬要減少12萬 所以變成12萬 那年底的時候呢 又增加了4萬 所以你對照到69頁他的寫法 好,那這邊講述我處分呢 半數處分你可以看 在我們的69頁的 這個健安公司X7年度的綜合損益表 處分金融資產利益 他已經寫個12萬在這裡了 他已經重分類在本期損益了 所以這12萬已經包含在 我們的稅後紀錄15萬了 好,那重點就在後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他寫本期紀錄有15萬 好,那其他綜合損益呢 基本上來講 第一個,我們有備供出售 本來要期出24萬 可是金融少了12萬 因為實現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從分類到本期損益的 有12萬 然後期末相較於期出 又增加了4萬 所以我的備供出售 那個今年度 X7年度減少的是8萬 好,這樣看懂吧 好,那再來呢 我們都假設不考慮所得稅的問題 好,那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X7年第三點 然後在69月X7年 X7年呢 並沒有處分任何營運機構 也就是說 我的累積換算調整數50萬 沒有重分類 因為沒有處分 但因為匯率而回升 產生利益呢 是24萬 我前面是損失50萬 當年度因為匯率上升 所以增加了24萬 所以你可以看 我當年度24萬就增加了 因為他年底的匯率回升 而且24萬的 對那個利益回升的利益 不換算調整數出來 好,所以第三點 他就當年 就屬意表的部分 我只有今年度回升了24萬 就增加收入增加了24萬 利益24萬 然後第四點 那我年中呢 跟簽訂換位買賣滿權合約 然後呢 避免這個規避預期進口設備的 現金流量避險 那X7年度呢 這未實現損失有12萬 其初是0 好 那我現在有產生了12萬的損失 好,所以我們就把它 這個現金流量避險所產生的 未實現損失12萬 放進來 它是損失 所以我的這個 其他綜合屬意今年度呢 就是淨增加了4萬 這個是假設都不考慮所得稅的問題 好,所以我的本期期 本期綜合屬意就19萬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這是綜合 我的綜合屬意表裡面指列是 本期變動的金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權益資產負債表 權益的底下 我們要報導的是什麼? 好,你可以看一下第八點 好,我的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未實現損失 其初本來有24萬 然後呢 我期末是 我是不是今年度調整了10萬 變成是減少了12萬 然後期末又增加了4萬 所以我有16萬 那累計換算調整數 其初有損失50萬 好,因為產生的是 換算調整數是在借方50萬 那期末呢 因為今年度增加24萬 所以我的期末的損失只有變成26萬 這樣看懂嗎? 好,第八點 69月的第八點 這個部分表達的就是指在 資產負債表的權益上下 每一個科目要表達的金額各是多少 所以如果是 被供出售金融資產 未實現利益16萬 然後累計換算調整數 損失26萬 現金流量避險 現金流量避險的未實現損失 12萬 好,就這樣子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期末的數字 就是放在股東權益上下的 好,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權益上下的 這樣看懂嗎? 這個就是我們有前面所講的 當期損益表所表達的 跟我的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所表達的 累計其他綜合損益 不會完全一樣 因為損益表上面所表達的是 當期變動的金額 而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表達的是 累計到期末的金額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好,這樣看懂了嗎? 好,那我們來找一個後面的題目來練習一下 好,來看一下第14題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14題好了 這個第14題呢 類型題的第14題就比較簡單 讓你去找清楚這些科目 再來我們先看完這題再說 五塊的看一下 84月的第14題 慧安公司差三年度有關專合存益的資料 一頁備用處分不動彩 消貨成本外地換算調整數最後的金額 外地換算調整數損失最後的最後數 然後備供出售增加的最後數 那你記得他寫的綜合損益的資料 所以他都指當年度的數字了 他已經想當年度損失增加或者是 損失增加或者是利益增加的數字 尤其是當年度的 然後還有利息費用 消貨進盟 現金增資 股票 股力 所得稅 費用 這幾個科目呢 如果我們在做練習的時候 其實這個題目呢 直接讓你去跟一下 好 請你記得如果考試的時候 我要請你編報表 好 尤其是四大報表 綜合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先訂就要把或者是保留意表 你一定要把 我既然讓你編的是正式的報表 所以你比較來正式的 那既然正式 表頭就要寫清楚 在考試的時候 我如果請你編這種表的話 除了我說部分 好 請你編資產負債表部分 有關於權益部分 那你不用那個表頭沒有關係 可是我如果要你編一個正式的報表 請你表頭一定要寫清楚 好 像這個例子 未安公司 好 這是綜合食欲表 好 什麼黏住 消過進而 好 請你編來幫我完成它 好 請你編來幫我完成它 好 香茄 好 香茄 好 香茄 你有出吧 好 好 想你快點 來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來 我試一下 再幫我拿出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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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